我跟你講我都已經把28定掉了 政府與國家機器進行大規模迫害 這個就是這樣 死了兩萬人 這才是重點 六年前的今天 我與柯市長在此地參加 28事件68周年中樞紀念典禮 我當時說 我希望能跟柯市長共同推動社會的和諧 讓世代之間 陶冶之間 能夠以合作達成和諧 以對話取代對立 彼此相互尊重 六年後的今天 我受台北市228協會的邀請 參加北市政府主辦的228事件 74周年紀念活動 柯市長身為228家屬 為了這個受到不小的壓力 但是他告訴我們 台灣應該超越對立 228應該是台灣人團結的日子 仇恨只會分裂社會 和平對話才是和解的開始 記取 教訓 補貧 傷控 讓台灣的社會與人民 面對228的時候 能夠以慈悲的胸懷 謙卑的態度相互包容體諒 大家攜手建設台灣 我相信柯市長跟我有相同的看法 市長你臉書上啊 昨天PO那個228的處理委員會 你說那個時候是反抗據點 這個喔 我跟你講 問題是後面那個 政府與國家機器 進行大規模破壞 這個已經把它定掉了 這才是重點 所以前面你們就不要計較 可是苗柏亞說 希望你出了更正之外 還要你道歉 沒有啦 我跟你講 我都已經把228定掉了 政府與國家機器 可以進行大規模破壞 這個就是這樣 死了兩萬人 這才是重點 所以你覺得 你用之前持有不動嗎 這個喔 等一下私底下再跟你講 中國大陸禁止台灣的鳳鳴請 沒有啦 這個就是兩邊要有溝通 所以是這樣 大陸每次說他讓利台灣 可是台灣每次都很不爽 就是這樣 這種東西就是 3月1號要禁止進口 今天幾號 228 這是要幾天可以準備 這不是在 這個就是說 你覺得大家會感受到他的善意嗎 這就是問題嘛 好 謝謝 謝謝